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嗨 大家好 我是华语泽 今天我要为大家说的故事是 猴子的心 大家知道猴子住在哪里吗 对 猴子住在树上 那鳄鱼呢 没错 鳄鱼生活在水边 可是 它们竟然能成为好朋友 你相信吗 别不信 这里就真的有一个鳄鱼夫妻 猴子交上朋友了 这对鳄鱼 太太叫鳄鱼泰 老公叫鳄鱼公 这鳄鱼泰 是个专爱吃动物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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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鱼羊水牛斑马狐鱼 几乎所有动物的鱼都吃变了 唯一有一种鱼没吃过 什么鱼 猴子鱼 老公 我好久没有吃猴子的心 你去抓给我嘛 老公 不要闹了 猴子住在树上 我又不会爬树 你要我怎么抓呀 哎呀 这还不简单吗 你去跟它交朋友啊 等它相信你了 你再把它骗到枣河里 不就抓到它了吗 有道理 好 我去试试 于是 这鱼公就出门去找猴子啊 走人不远 就看到猴子阿墓在那摘香蕉 喂猴子 我是鱼公 你叫什么名字 这猴子也没理他 喂猴子 你手上抱的香蕉太多 摔到地上都摔烂了 不如 你把你摘下来的给我 我帮你放到地上 这猴子还绕鱼路 想一想 你会不会把我的香蕉给吃掉啊 不会 我只吃肉 等蔬菜水果还没兴趣 好吧 于是 二鱼公张大嘴等着 阿墓手拿一个香蕉 就要他嘴里塞 突然 嘴上 香蕉砸在二鱼公头上 二鱼公嘴又迷闭 很生气的说 你干嘛啊香蕉打我 我不是是你 好臭 你又很臭 等着 不吃蔬菜水果就会有口臭 你密切就闻不到了 嗯 好吧 去 在二鱼公的帮助下 阿墓摘了很多香蕉 二鱼公还帮他把香蕉运回家 两人搞得满身大喊 二鱼公说 热死了 不如 我们到沼泽里洗澡 怎样 沼泽 我没洗过沼泽 那你就太逊了 沼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 那里千七百块什么都有 有香蕉吗 有香蕉吗 岛泽中央有一座小岛 岛上有千七百块的水果 有金山山的鑽石香蕉 香蕉牛奶温泉 和足球一样大的苹果 和沙巴一样长的西瓜 还有糖果森林 沼泽的口水流离下来 走 我带你去看看 怎样 看完好啊 你挑到我背上来抓紧咯 于是 沼泽带着阿布到了沼泽里 有了好一阵子 都没看到小宝 那沼泽呢 还要多久才能看到小宝啊 沼泽 你傻呀 告诉你 我帮你搬去那些烂香蕉 是为了骗你 到沼泽里 因为我老婆 想吃你们猴子的心 想到要发功了 我说阿布听了 那脸绿的 你还没熟的香蕉还要绿 可是现在能走吧 害怕也没用啊 于是他说 那你是想要吃我的心啊 早说嘛 何必要麻烦呢 我可以给你一颗啊 我猴子不只有一颗心 有三颗心 三心而已嘛 给你一颗心 想起来 哦 那太好了 你拿一颗给我吧 可惜 你今天没讲清楚 所以我没来清楚嘛 好 那猴子的心 不在身上 嗯 你身后都在打瞌睡滑手机啊 这样不要我们猴子的心 从来不在身上 游记车又跟什么 心不在一颗啊 就是来醒了我们猴子了 是 那现在走吧 我带你回去呢 我心 好快 于是 阿波从背上跳下来 一溜椰子爬上处 帮了一颗大椰子往下拥打 椰子砸在鳄鱼公土上 鳄鱼公痛哭了 啊 笨 你 回去告诉你老婆 猴子的心 是聪明的心 他 吃不到的 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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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